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赖清德在5月20日接任台湾总统后 两岸局势愈发紧张 在中共东部战区为台大规模军演的同时 台湾立法院禁止出现的乱局 也引发外界关注 这场乱局的背后闪现中共黑手 此前就传出消息 中共当局预解国民党在台湾立法院势力达到统战目的 引发党内政治风波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密令战场就在立法院 台媒最新证实这一消息 由习近平没胆量撼动的红二代提供 中共的算盘想将国民党打造为解放军的先头部队 藉此理应外合完成统一目标 5月24日台湾立法院继续审议 由蓝白两党所主导的国会扩权法案 而10万台湾民众当天包围了立法院举行抗议 中央社5月24日报道 习近平从内部瓦解台湾的消息来源红二代 旅澳法学家袁洪斌稍早曾爆料 中共国台办于1月27日向习近平和政协主席王沪宁提交文件 占领台湾立法院之高点的统战战略要点 欲借国民党与立法院势力达到统战的目的 袁洪斌24日表示 消息来源是目前习近平没有胆量撼动的红二代 袁洪斌分析习近平当局除了通过外部军事行动威吓台湾 还试图借三种方式搞乱台湾内部 包括用舆论恐吓台湾 通过民嘴渲染台湾内部恐怖情绪 设立中共在台代理人 削弱赖清德行政团队效率 借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权力扩大立法权 以取代行政权 中共的企图就是想将国民党打造为共军的先头部队 最终完全占领台湾 最新的军事演习就是被中共在台代理人撑腰打气 报道指出 中共对台政策已逐渐转向威逼利诱到文攻武贺 从邓小平时期就借此以口号呼吁等方式骗下台湾 江泽民想以大量资金买下台湾 习近平则转变形势想恐吓台湾 借此瓦解台湾人的意志 对于国民党质疑 过去初书提到中共收买新潮流人士 袁洪斌对此回应 民进党虽有部分人士疑似遭中共收买 但民进党及内部新潮流体系 整体是拒绝中共的收买 反之国民党党内大多重要人士都轻忠 对于大量台湾民众连日在立法院前的抗议行动 袁洪斌表示 人民是国家的灵魂 此次的和平抗议为台湾自我防卫的社会力量 而此股社会力量将有望抵御中共对台威吓的意志 日本产金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和海湾时平人士唐靖远 在社交媒体分析指出 在台湾今年大选结束后就有体制内人士爆料 指习近平对王沪宁和国台办主任宋涛下达指标 要求他们抓住韩国瑜和傅昆奇在台湾立法院的任命时机 有效展开一次对台统战的战略性攻势 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制高点 借此在台湾政权结构内部撕开突破口 为完成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战争研究所 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测 赖清德就任后的四年执政期间 中共当局将实施海空 信息 网络 经济 认知等各类行动 就像特洛伊木马般 一边掩盖其真实统一目的 一边拖延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注 以期让台湾社会撕裂 混乱 内斗 逐进越来越困难 而在2028年前后 台湾或将被迫接受北京的和平进程或统一协议 随着中共围台军演 墙内网络上除了中共各大喉舌群起鼓噪 一些小粉红也异常亢奋 然而中共军方喉舌中国军网 在这两天的一篇文章似乎释放出另一种信号 也可以说泄露了中共的秘密 这篇标题叫做三千地下党暗战北平城 看到这个标题可能马上会意识到 这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而且这与中共军演所制造出的所谓声势 形成某种配合 文章导演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点出了文章的主题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下面写道75年前的1949年1月31日 中共开创了以打逼谈以武促和的北平方式 北平方式成功的背后 三千地下党先抵一步多抵一手高抵一筹的卓越情报工作 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通篇读完这篇文章的关键就是三千地下党 而这恰恰是台湾政府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 根据台湾岛内出现的种种诡异现象 已经越来越发的凸显 也越来越引发有识之士的警觉 与此同时 台湾立法院国会改革法案攻防战持续 BBC分析指出 相比法案本身 这次争议点在于审议过程的程序正当性 朝野攻防战也是大选后的 情绪的延续 反映了在野蓝白阵营与执政绿营的撕裂 若双方都不退让 未来四年恐怕会继续争执不休 而北京乐见台湾乱局 近上周发生激烈冲突后 5月24日有高达10万台湾人包围立法院抗议 黑箱扩全 法广的评论指出 如今的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占51席 少于国民党52席 再加上与国民党勾连的民众党 和称作是无党派的国民党党外支持力量 议员六席 让国民党与民众党肆无忌惮 冲击宪政框架 或许台湾民众仍然赞成善意监督民进党 不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但是国民党与民众党形如地痞打手式的议会行径 终究让民众揭竿而起 此波抗议会引来什么样的后续与改变 目前不得而知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的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中国经济萎靡不振 或许是意识到大祸临头 中共当局日前出台一系列救市政策 就连习近平也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请北京的南华早报称 习近平在会见国有企业老板 私营企业家和海外投资者时呼吁深化改革 以解决经济问题 这是发出了经济优先的信号 不过 一位在北京的学者指出 习近平在讲话中依然强调党的领导 所以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对现状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改变 对于中共高层频频作秀释放的信号 外资继续用实际行动证明 最新数据 4月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仅585亿人民币 从3月的866亿大幅减少 并创去年11月以来单月最低记录 南华早报5月24日报道 习近平23日在济南说 我们必须采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关注深层次的体制障碍和结构性问题 这是迄今为止 习近平在7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之前发出的最轻伤的信息 三中全会预计将制定新的改革议程 并为未来的增长设定方向 报道指出 北京所面临的是国内外阻力正在加剧 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内需持续疲软 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 贸易壁垒不断上升 以及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都有可能阻碍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进程 北京还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朱江南表示 济南会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经济的高度重视 此次会议就刺激经济向各界 特别是企业家征求意见和建议 有很多事情值得关注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位在北京的学者指出 习近平过去并不以与商界领袖频繁互动而文明 但最近几个月他有意加强了沟通 然而习近平在讲话中仍然强调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所以不指望会有什么对现状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改变 海外时评人士邓宇文在推特写道 大地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是要为7月的三中全会做准备 有意思的是参加者有外资德国博士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徐大全 香港冯氏集团主席冯国金 以及被认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人还有个体户代表 这在过去大地主持的同类型座谈会上很少出现 网友们也表示做做样子秀给工商界看的 傻子才会信 演戏嘛总得做全套谁信谁傻貌 大地总是烂尾把房地产亲手掐字 现在又给他们做人工呼吸 简直一笑大方 不到绝境他们是不会改的 都是善于一条路走到黑 就像老毛不死文革是结束不了的 总之别对包子存有幻想 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但是没有用 谁都知道共产党是没有信用的 就像当年老毛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样 依赖他的鸟性 这又是迷惑对手的假动作 没有第二种可能 今年以来 中共高层频频释放善意 高喊改革挽留外资 但最新数据出炉 中国今年前四月的外国直接投资 年减27.9% 4月流入中国的FDI较三月大幅减少 并创去年11月以来单月最低记录 外商团体表示 北京的承诺很多 但改善经商环境的实际行动少之又少 欧盟商会在对华经营的欧洲企业的年度生涯信息调查 也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经济途径 前所未有的悲观程度正在形成一个负面循环 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15%的受访企业表示 中国仍是他们的首选投资目的地 这一比例在受访企业中创下历史新低 中国经济究竟糟糕到什么样子 重庆一位负责向超市供货的业务员直言 我一个送货的都觉得今年的市场有问题 对于当局日前祭出史诗集就是利好 网友们纷纷质疑 北京的猛样能否把已在ICU里的楼市送到KTV 国内自媒体的一篇热文写道 近日跟着业务员王姐到一线去转了转 这次走访揭开了市场的另一面 作者发现超市的商品根本卖不出去 走进一家超市明明是周末 店内却只有零星几人 整排的货架的产品出厂日期都是今年1月 有些商品都放了超过半年以上 店员表示 很多都是去年下半年拉的货 比如生产日期9月份的 一般都是去年10月11月近的货 今年超市生意不好货走的慢 王姐坦言这条街已经是她负责的区域里 商品流动最好的 但日常跑店经常会看到 超市无论库房还是货架根本腾不出地方 王姐说 这两年市场反应慢 水饮 调味 纸味 在库半年卖不动是普遍现象 商品滞销的后果之一就是 烂账增加 超市几乎都是奢账拿货 王姐说 今年回款特别难 面积七八百平方米的超市 居然连一千块人民币的货款都截不了 很多门店利润持续下滑 有时货卖出去了 也不够 水电房租 员工工资等开支 就更没有钱来结账 三个月的账期拖了半年 一年是常有的事 要是碰上门店黄了 或者换新的老板不认账 他们这些业务员只能贴钱补上 王姐无奈地表示 过去每逢年节或旺季经销商都卯足了进进货 但如今市场遇冷 往往第一波库存还没消化完 品牌就把第二波货运来了 下游门店的老板们要么不要货 要么和经销商签协议 卖不出去就由经销商全部买下 结果就是上游源源不断压货 下游商品流通受阻 很多经销商倒在巨大压力之下 文章还举例 有一家只废制品的经销商被一次又一次压货 库存近高达一千多万人民币 表面光鲜实则已经落到抵押房车 借钱周转的地步 糟糕的零售业反映出中国经济真实的现状 对于当局一系列楼市利好的政策 舆论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场景 知名财经大V王思源表示 官方不再挤押高市推出旧市政策 但是这些猛要下去 能否把在ICU里的楼市移送到KTV 中国房地产现在的问题是 有钱的不缺房子 缺房子的没有钱 即使银行大幅下调房贷利率 效果如何 现在也不好说 因为民众缺的是未来30年的稳定工作 以及有足够的收入覆盖按揭贷款 对此很多人根本没有把握 别说未来30年 可能大家连未来三年都没有把握 有网友调侃 各种这样那样的救市政策 救市资金 都是在救开发商 在救土地财政 在救城投公司 在救地方政府 没有一条是在救老百姓 救普通人 相反都在想着 如何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 再背上几十年的贷款 伊朗总统莱西空难事件震惊全球 对于这起空难的原因 也传出多种说法 据伊朗国家媒体5月24日报道 伊朗军方的初步报告称 在对导致总统莱西丧生的 直升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中 迄今为止被发现任何谋杀或袭击的证据 据路透社报道 伊朗总统莱西是一名强硬派人士 曾被视为最高领袖 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潜在气人者 上个周日 他乘坐的直升机在阿塞拜疆边境附近的山区 因恶劣天气坠毁 他并身亡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报告称 直升机在高空坠毁并起火 残骸中没有发现枪击或类似痕迹 伊朗官方还说 控制他与机组人员的对话中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消息称 随着调查的深入将公布更多细节 24日 莱西被安葬在什叶派穆斯林圣城 马史哈德 4天前 外交部长侯赛因 阿米拉普杜拉西安和其他6人 也在那场坠机事故中丧生 专家表示伊朗的航空安全记录不佳 屡屡发生坠机事故 其中许多事故涉及1979年 伊斯兰革命前购买的美国制造的飞机 德黑兰方面表示 美国的制裁长期以来阻止该国 从西方购买新飞机或零部件 来更新起摇摇欲坠的机队 伊朗宣布 为莱西举行5天哀悼 莱西执行了哈梅内伊的政策 镇压公众意义 并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 包括与华盛顿谈判恢复伊朗2015年和协议议题上 消息称 伊朗总统选举定于6月28日举行 SpaceX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5月23日 发表阐述他对人工智慧AI未来发展的最新看法 马斯克预测 人工智慧将会取代人类所有的工作 但这未必是坏事 据CNN报道 马斯克描述了一个工作成为选项的未来 他表示AI和机器人将提供你想要的任何商品和服务 如果人们想工作 可以做一份像兴趣一样的工作 要实现这一未来需要普遍高收入 不同于普遍基本收入 普遍基本收入是指政府给予每个人一定数额的金钱 无论他们的收入如何 但马斯克并未详细说明 普遍高收入会具体如何实施 然而在一个无需工作的未来 人们是否会感到情感上的满足 马斯克抛出问题 如果电脑和机器人能做所有事情比你更好 那么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马斯克接着说 我认为人类在这方面仍有意义 我们可以赋予人工智慧意义 今年1月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慧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 工作场所采用AI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 报告指出 大多数被认为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 对雇主而言在经济上并不划算 马斯克一直对AI的担忧直言不讳 他在演讲中称AI是他最大的恐惧 并提到伊恩·班克斯的文化系列 认为这部描绘由先进技术运行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 是对未来AI最现实和最佳的设想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5月24日表示 菲律宾已经在其邻近台湾的北方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队哨所 以便加强其对中共军方正在扩大军事存在的海域的监控能力 同一天 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 北京最近公布的有关起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的最新行动规则 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值得国际关注 阿诺当天在声明中指出 新设立的海岸警卫队哨所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 而这个哨所的设立将有助于菲律宾加强对台湾与菲律宾之间 关键国际水道旅宋海峡的监控 路透社指出 巴丹群岛省伊巴亚特市海域 2022年曾是中美围绕台湾政治事态发展 发生争议后中共军事集结的地点 李宋海峡不仅铺设有大量的海底电缆 而且是连接菲律宾海和南中国海的关键水道 新哨所所在地的伊巴亚特是菲律宾最北方的一个城市 也是今年4月22日至5月10日 菲律宾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重要地点之一 头一天 特奥多罗在菲律宾海军建军日发表的演讲中说 北京南中国海星的行动规则 不仅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而且还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挑衅 非中两国最近的几个月里 在南中国海多次发生对抗和冲突 中共外交部本周对相关报道做出回应称 新规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海洋秩序 自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政府上任以后 菲律宾方面就开始着力与一些亚洲和西方国家 共同打造一个新的安全联盟 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中共威胁 马迪拉首先允许美军在菲律宾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 菲律宾还与澳大利亚军方签署了防御协定 允许澳军队进入菲律宾参加年度战备和救灾训练 菲律宾还在与日本进行谈判讨论签署类似的协议 马尼拉还准备与法国签署这样的协议 今年四五月间 菲律宾军方与美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附近 举行了年度实弹军演 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今年还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